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没有太大的参与价值 只不过如果这一块持有的 今天的下跌之下倒也不用过于恐慌 我们中午视频也说过 今天的下跌实际上是我们可以看创业班指数 在周五突破之后的一个回踩 当然这个回踩是不是一步到位 明天直接反爆 还是震荡之后再往下走 这条线是不断往下延伸的 再踩一脚然后站起来 这个都可以 但是这里可以确定是一个比较底部的区域 刚刚突破之后回踩之后 还会有一个拉伸 但是不要以超大地的心态 去面对像新能源车 这种板块 转体的下跌远远没有走完 快速上升之后一个快速的下跌 然后这里整体的一个降速下跌 这里所有的拉伸都是为了之后的加速 只有在至少跌破去年四月的低点之前 之后才可能形成最终的垫底 那底部可以在这里 也可以在更低的位置 总之这一块 短线可能会有反弹 但是就像刚才说的 不要以超大地的心态去对待 快进快出 那上证指数 周末很多人在外围暴涨 以及各种利好 加持的 加持下是比较幸福 觉得今天会走一个大阳线 我们明确说 在周五十五分钟的线 这样一个情况下走不出 走不出 而今天走了一根十字心 十字心之后 同样的 明天如果 有大幅的拉伸 一眼是一个卖点 后面可能会有一个 比较快的下跌 但如果是直接下的话 不用恐慌 后面还会拉起来 大盘目前就是5月25日 以来一个弱势的 震荡向上的一个反弹行情 大致的高点 在6月12日左右 我们之前反复的说过 其实也就是 这条线摸到 基本就到了 如果后面能够超预期的 对这条线做了突破 突破之后也会回踩 确认之后 才会开启新的行情 所以拉到线 都是一个卖点 之所以判断在6月12日左右 大致的推断 这里上来之后 拉起来 还会有一个下跌 但由于下面的底部 封死了这样一个下跌 所以还会再拉起来 并且这条线 也到时候 也基本上 会在这个位置到位 然后再拉起来之后 会有一个多高点的 一个背离的出现 然后往下走 往下走才是最终 3418以来一个整体的见底 并且其实我们看 之前一直画着的这条线 对吧 大概率会去回踩一下 拉起来 往下走 这样 到时候会有一个 MS1的120分钟 甚至日线的底部结构出现 那么这一轮 整体的下跌完成 然后开启一个 比较强的反弹 今天有一个实说一下 大家也知道 其实现在 就我脱雕号来说 流量还是比较少 但个人认为 总准确度 肯定是至少超过了 90%的财经博主 对吧 这个一直看我视频的 朋友都知道 所以有时候会出一些 可以说是标题打 来吸引一下 吸引一下流量 这个希望 一直看我视频的朋友 也不要太过在意标题的形式 那今天AI方向 其实是比较超预期的 红波股份 在周五中阴线下 直接一根高开的涨停板 那么预期到 红波会有新高 但是 直接这样走出来 是没有想到的 那么直接也是带动了 切特指数的走强 我们本身 预期在上周四 出现大阳线之后 会走一个震荡 那么实际上 个股方面是已经开始进入了 分歧 有涨跌后线 不像之前这一段 都是一段比较大的 比较快速的脱离底部的行情 那这里直接往上走 它毕竟今天是创了一个新高 并且 需要回踩的点 都还没有去做过回踩 所以 目前情况下 追高肯定是要谨慎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小级别 15分钟 甚至30分钟 30分钟现在 指数创了新高 MACT已经形成了一个背离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一旦明天再次 再一次往上拉升 同样的还是 个人认为是卖点 特别是出现快速 盘中快速的脉冲拉升的情况下 你再怎么 不调整不调整 你要做一个扎实的底部 才能往上推 对吧 至少一个平底 那当然如果直接调整 也不用太过在意 这里直接调整的话 也走不下去 对吧 这边有一个需要回踩的点 小级别 震荡之后 在这里 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地步 再往上推 那也会比较健康 所以就目前的切台而言 特别是我们看 整体的趋势 还是保持得非常好 那么如果对这方面持仓 AI持仓比较重的 出现 明天出现大幅的拉升 个人认为还是一个 可以减降仓的机会 但是如果你真的 无视中间的波动 持有 也没有什么问题 整体的上升 在这里并不是一个重点 可以无视中间的波动 对吧 像今天 昆仑瓦尾就做得非常强 上午一波跳水 甚至带动了板块下跌 午后直接形成一个反转 其实 我们从小级别来看 也是 构筑了一个 还不错的 双地 那这个底部 可以推动到哪里呢 今天是下午 形成了一个反转 但是同样的 这个趋势 需要去做回踩 如果明天直接回踩 还可以低系 那拉起来的话 同样的先出 然后等待之后 到底怎么样的形式 去做回踩 还是构筑一个新的支撑 都有可能 但整体来说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整体还是一个 往上走的过程 中间的波动 如果无视 没有什么问题 能够精确做点差距 那就当然更好 是吧 那不少朋友 关心的蓝色光标 今天我是在 铁粉地址 也是做了一个分析 那感兴趣的朋友 都可以去看 老朋友都知道在哪里 不知道的朋友 新来的朋友 那可以用 平时发朋友圈 或者和亲友聊天的 去搜索 关注 同名的 古北 打版格 多一个字 少一个字 都不是我 整体来说 目前 我们反复地说过 整个 上阵 525以来的 弱势的震荡向上的一个波段 都是AI的表演时刻 其他方向 都是轮动式的 今天轮到了银行 对吧 动字头 其实也没有什么 也是一个弱势的反弹 不会 这里不会出现一个大的行情 所以 我们目前 专注在 AI 就足够了 然后等待 上阵指数 出现高点 大概率 AI 也会出现 波段的高点 当然我看了一下 所有AI的指数 即便 这是后话 即便这里 上阵再走一轮下跌 它跟随下跌 也是一个回踩 回踩之后 行情 依然还是 任务智能 那以上 不做操作建议 股市有风险 入市 需谨慎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